还记得他吗 曾经的手机霸主Nokia 3310回来了 当然有拉一下皮 变得比较摩登 但就是一款超不智慧手机 使用实体数字键 荧幕也没触控 被开拔开后 这是活生生的电池 当然也有拍照功能了 但真的比较光荡不清 可你问我为何哭了 时代的眼泪 应该也是不少人的回忆吧 因为这是记者阿姨 人生中的第一只手机 售价49欧元 大约1600元台币 是不是已经想下定了 还有个坏消息要做 就是台湾上市机会不大 因为我们都已经升级到3G系统了 3在0只有使用2.5G啦 多新闻 八三文化报导